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其实除了你帮陈柔静小姐画之外 你自己的书上面 我们说了我们现在就好方便 3C产品 相机 手机拿起来拍一拍 就可以记录我们的旅程 可是你记录旅程的方式很特别 你写书 你拍照 你画画 我常常开玩笑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会画画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就出去旅行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笔记画画 可是我是始祖 就是我在那个年代 其实那个年代是有一点不得已 就是说当我在做节目的那个时候 我们出外景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旅游书的年代 然后也没有资料 也没有网络 我们对那个国家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所有的资讯来源 变成靠我们这些主持人 当时我们主持人都必须要身兼翻译 那我们的摄影师跟我们的导播那些 他们都不会英文 所以我们到了当地以后 变成所有的资料收集是主持人的工作 就是靠你一位 那所以我就必须要写笔记 写笔记之外呢 有些东西真的一时记不下来 因为我刚好会画画 所以我就会用画的 因为画有时候有些东西很有趣 就是说你用画的你就很容易把那个 当时的状况把它表现下来 可是那时候没有相机吗 有 那个是底片的年代 你知道我们为了出去 我们必须带十几卷的底片 那已经是非常大工程了 而且那你不能乱拍的 所以那个底片通常拿来做什么呢 偶尔是拍一下景 大部分都拿来拍主持人 因为回来要发新闻 需要相片 洗相片要钱 底片要钱 而且出去以后还买不到 比方你到印度啊 那种埃及啊 它不是那么进步的地方 你买不到底片 那时候底片真是蜘蛛必较 每一格要不要拍什么 对 你要二十四张三十六张 要带集卷 大家都算得很精 所以没有拍照这件事 现在大家随便拿来都拍都记录 那个时候很难 所以我常常会用画的 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到这边来 一个杯子 我觉得它这个杯子很特别的时候 你是不是用画的最快 因为我们不可能 因为以前的相片很珍贵啊 你不可能为了一个杯子 就去拍它 类似这样 所以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 所以到现在 很多朋友跟我出去玩 他们都还很惊讶 我现在出去玩 我一定带笔记本 我一定抄笔记 现在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只是画的比较少 因为现在拍照太快了 所以我真的画的比 就是说现场画的比较少了 那画下穷考临时是怎么回事 那就还有一种情况 会画就是不好意思拍照 比方说像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人 像我在日本也常常这样 就是我曾经 你知道到原宿附近 他们那边的女孩子都会 都会穿着很特别的打扮 你总不好意思拿着相机对着人家一直找 除非他同意 对 那可是我有一次做 像我坐电车也是 我女儿看到我 笔记本一拿出来 她说妈 你不要做这种事 她也没看到我 没关系 我就开始画 因为我不好意思拍她 别的日本人在看我 这样还蛮没礼貌的 对 但是我就偷偷的笔记本拿出来 我就画 因为她的穿着太可爱 她穿那种大蜂裙 就是然后一个小女孩子 然后还戴那个米老鼠的耳朵 她就是要去元素参加 他们同学的朋友的活动 是 好可爱 太好玩 但是你马上画下来 因为我们的记忆 没有办法那么清楚 包括她一些细节 所以我刚才就全部把它画下来 那但是现在就很清楚 看到那幅画 就完全记得那个女孩子的样子 包括我会在旁边写 耳朵 这个是什么颜色 这里是红色绿色这样子 对 那像穷考林斯那个也是 就是我去坐邮轮 那他们 外国的贵妇 他们为了保持身材的时候 那外国人因为他们的表情不多 他们的皱纹很多 对 所以他们为了保持瘦的时候 他们的脸会很瘦 那很经典的代表 就是我们以前看 《珠门恩怨》里面 有一个女演员 她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 叫穷考林斯 但是她 后来年纪比较大了以后 因为她为了保持瘦 她的脸就很皱 我们就会觉得 看起来有点怕怕 那我就觉得 我常常在邮轮上 会看到一些 外国贵妇 就是很典型的 穷考林斯 造型的那种感觉 对 那因为她的穿着打扮 实在太经典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好有趣 我也是 不好意思拿相机来拍 这样 就偷偷地画画下来 她穿着鞋 她的衣服的样子 她的发型 她的妆 对 而且你好可爱 还会写注解 就从这边拉出去 这个是什么 对 这个是什么 不好意思 其实在这个旅程当中 还有没有什么时刻 是你画下了 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录呢 我觉得柏流 是个蛮好玩的地方 老实说 那柏流很多台湾观光客 那我当时去玩的时候 那个 我们的那个导游 就教我们怎么待挖井 那他讲了一些 因为导游讲得非常好笑 就是包括那种 你的挖井 带上去的时候 你的法师不能在里面 不然那个水 就会顺着法师流下来 还有你不可以笑 因为你笑的时候 这个我们有法令文 或皱文 那个水也会渗进来 就是种种 我觉得太好笑 所以我就把它 教我们带挖井 我全部用画下来的 那还有像 我去日本的时候 去那个北海道 北海道不是薰衣草 那我觉得太薰衣草 人造 我们去薰衣草花园 所有东西薰衣草 雨衣 那天下雨 雨衣是紫色的 雨伞是紫色的 杯子是紫色的 所有都是紫色 我都觉得我快疯了 所以我就把那天的 紫色心情就写下来了 那我就用画的 因为我都有带彩色铅笔 我就把那个 一片紫色把它画下来 包括紫色袜子 跟紫色的手套 种种种种 就是这样的心情 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觉得当时 你把它画下来后 你就更能够 回忆那种感觉 对 其实用画笔记录下来 你旅行这么多年 你应该有一大箱的笔记本 有 就是好几百本吧 我大概一趟旅行 会有一本以上 对 一本一本 因为有些时候旅行 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我会分好几本 免得那个本子会变太重 对 因为我还会贴东西 我会把票啊 什么奇奇怪的东西 什么账单 我都贴在上面 所以本子会越来越重 所以有时候会有好几本 其实我觉得那个几乎 就可以再出一系列的书 就梁旅珠的绘本旅行 记事本 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 出书的材料 有啊 出版社以前跟我谈过这个事情 可是我后来放在一起 我就说不行 像我刚刚在 我在写穷考林斯的时候 我注解了很多 我觉得我太坏了 我不应该把这个东西 拿来出版 不过说实话 我们还是很期待 会有这么一天 因为听你这样讲 我都觉得好期待 我可以看到你的那个笔记书 真的啊 谢谢 好 我来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惠玲